各位前輩 各位惠元女士先生好 那接下來的這40分鐘 應該40分鐘左右 那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糖尿病的治療藥物 用副方 為什麼要用副方 要什麼藥物比較好 原因是如何 什麼時候用比較好 那這是我的Outline 那主要我先講跟他的一個relation layer 那接下來呢 來比較不同的第二性的糖尿病用藥 跟美佛門合併之後有什麼好處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看 美佛門要用哪一種技型比較好 那其實在過去幾年 在大家知道糖尿病的病態生理學發展很快 那早年我們知道糖尿病的主要的病態生理學 大家只知道是胰島素的分泌不足 還有胰島素的作恩不良 可是呢 在過去大家知道說 糖尿病的病態生理學 其實慢慢發展為所謂的八大主要的原因 包括說GLP-1的不足 或者是它的一些尿中的糖分的吸收太多 等等的 那所以呢 因應這樣的一個 變態生理學的發展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 有很多糖尿病的藥物就逐漸被開發出來 其中呢 最主要的兩類藥物 第一個是主要在腸密素的系統 GLP-1 receptor agonics 或者是抑制它的代謝 DPP-1 receptor agonics 那最新的一類呢 大概就是SGLT2 receptor agonics 增加尿中的糖分的排泄 那這兩類藥物是今年最大的一個發展 那所以呢 這些藥物其實發展出來 他們有在病態生理學上的好處 不是只有單一刺激胰島素分泌 或增加胰島素敏感度而已 他們還可以作用在不同的部位 比如說SGLT2 receptor agonics 同時呢 它可以經由降低糖毒性的影響 所以呢 它可以讓胰島素分泌增加 胰島素的敏感度也會增加 那另外GLP-1呢 其實它額外的作用 是還可以作用在Central 可以增加抑制食欲等等 那所以呢 這些藥物不同的病用 其實是最近很夯的一個話題 那過去早年我們在糖尿病的治療上 我們採取的策略就是比較傳統的策略 就是一步一步來 那這一條實現呢 是我們傳統上採取的一個策略 也就是說傳統我們先用飲食 運動先為主 然後呢 如果控制不好 A1C爬上來了 那這時候你可以用單一治療藥物 然後藥物如果這樣控制不夠好 你再把它調整藥物計量再增加 增加完之後 第二個藥物 一個藥物沒有效 那這時候你再加第二個藥物 第二個藥物沒有效 可能你會加第三個藥物 或者是你會加上胰島素使用 那這時候呢 就開始變得越來越複雜 最後呢 會打到好幾次的胰島素之際 那這樣的病人到最後其實 當然我們知道糖尿病的病人到最後 可能都免不了打胰島素 但是很早期就進入打胰島素 對病人會產生很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呢 有一個比較積極的一個治療方式 就是說如果我可以早期積極把A1C血糖 控制到好一點的程度 早期用一個Compidation Serapy 這時候呢 長期而言 它的血糖控制會比較好 比較容易控制 所以呢 A1C控制比較好 這時候病發的也會比較少 這就是所謂的Early Aggressive的 血糖控制模式 那如果我們用單一個藥物 剛剛為什麼說我們傳統的藥物 治療方式不是那麼優呢 那主要是因為用單一個藥物 其實它的Durability不太好 那這是在早年的一個 2006年的一個研究 叫Adopt Study 那就是說糖尿病的病人 初診斷之後 我就挑了三個 我就分拍到不同組 然後來控制它的血糖 那第一個呢 是分拍到Sylenuria Graburide這一組 第二組呢 是我們現在常用的Meformin 第三組用TCD 然後呢 追蹤它的單一藥物治療 追蹤它五年左右 可以發現說 當五年到的時候 你如果用定義它的Value 用空腹取糖大於180來定義 你可以發現用TCD的藥物 它有大概15%是失效 那Meformin比較少 是多一點 是21% 可是呢 用傳統Sylenuria 是更多的 大概是三分之一都會失效 所以呢 這樣子用單一個藥物撐很久 是不太好的一個模式 所以呢 目前大家都會建議說 用Meformin為基底 先用Meformin之後呢 趕快就加入第二線的藥物來使用 那在英國其實有做這樣一個 一個Call of Study 它是一個Retrospective Call of Study 它調查說 我用Meformin之後呢 什麼時候 用Meformin之後 開始加入第二線的口無醬血糖藥物之後呢 什麼時候會加到第三線的藥物 也就是說第二線藥物失效 這是一個Retrospective Reward Study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比的是幾個 第一個Sylenuria 一個TCD 第三個比較新的藥物 DPP4 Inhibitor 可以發現說 在用完這樣追蹤幾年之後呢 可以發現 它的失效率最高的 竟然是DPP4 Inhibitor 其次呢 是Sylenuria 第三個呢 是TCD 那這樣子的 研究其實是Real World的研究 它不是很 證據率很強的 因為呢 它牽涉到醫師本身 他對失效的定義 或者醫師有沒有所謂的 Clinical Inertia 就是說 它有沒有比較怠惰 它不太願意調整 當然這樣子 Data證據率不夠強 不過也告訴我們一個趨勢說 如果你用兩線藥物之後呢 你在用 用藥物的選擇上 其實要特別注意 哪一種藥物比較容易 Durability比較長 哪一種比較短 那這時候你應該用 Durability比較長的藥物 讓它血糖控制好一點 可以撐更久 所以呢 在用比較aggressive的方式來講 其實剛剛講下面這條線 其實要考慮的就幾點 第一個呢 你要很早起 就把血糖控制下來 所以要早起積極的控制 所謂積極是因為上面這條線 跟下面這條線 你看到A1C 他們下面這條線 早起的方式 他希望控制在7點 6點多 7以下 上面呢 這是傳統方式 大概7點多多 所以要早起也要積極 同時呢 在藥物的選擇上 要特別小心 所以這就是今天我們談的主題 我們早起用mephoment 之後要積極 趕快三個月之後 如果失效 就趕快調整 如果要調整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考慮 你要用什麼藥物 才能夠讓病人的血糖控制好 長期的變化症變得比較少 這是在美國的糖尿病學會的一個建議 這在去年跟今年都一樣有這樣的建議 所以我把2017年的版本拿出來 這因為這比較容易看 他在告訴我們說糖尿病的病人 mephoment第一線用完之後呢 什麼時候你開始需要調整到第二線的藥物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三個月之後 發現說效果還不夠好 沒有達標 那達標我們剛剛就說你要積極 就要A1C分的7或6.5以下 這是比較積極 那這時候你就開始去用第二線的藥物 那如果一開始呢 A1C很高 大於9以上 那在美國糖尿病學會就告訴你說 這時候呢 你應該要用兩線藥物一起開始治療 不要再等 直接兩線藥物開始治療 那要加入哪一個第二線藥物 當成我們的Combination therapy 那這時候就要考慮不同的藥物的型態 藥物的作用 它的hypoglycemia risk 體重增加的一個side effect 或者cost 那這時候它有很多種選擇 第一個 一個是傳統的suminuria 那剛剛講的TCD TPP或inhibitor 還有新一點的SGLT2 inhibitor 這些都是在可以選擇的口服藥的範圍裡面 那到底這幾個藥物裡面有什麼好處 壞處什麼比較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那我用新的SGLT2 inhibitor 來比較 剛剛講的第二線其他藥物 包括TPP4 inhibitor 還有TCD 我們來看看 那我們先比較SGLT2 inhibitor 跟TPP4 inhibitor 加入Metformin之後的治療 看看他們的好處如何 那這是在GAPA 這是一個SGLT2 inhibitor Hepagliflozin跟Sasagliflozin 這是一個TPP1 inhibitor 一個Hat-to-Hat比較 那他們呢 就是說在Metformin失效之後 再把它加入這樣的藥物去治療 然後來看看在24週之後呢 兩組之間 它的糖化血色素 血糖控制的差異 有什麼差別 結果發現說 用SGLT2 inhibitor 似乎它在同意上有差異的 減少了它的A1C 那差距大概0.32%左右 0.32%在我們用A1C 平均血糖換過去 大概就是10%左右 那這是6個月之後的一個差異 那不只在A1C有差異 其實在每一個血糖的parameter 包括空母血糖 餐後血糖都有好處 那因為TPP4 inhibitor TPP4 inhibitor 對血糖是有改善 可是呢 它跟Dapagliflozin 這一類的SGLT2 inhibitor來講 其實是比較弱的 那所以呢 弱是弱在空腹 餐後都比較弱 那如果我們來看看 最大的一個差異 其實是在體重的差異 TPP4 inhibitor 它對體重是 不便的 那可是呢 SGLT2 inhibitor 它還透過不同的基礎 包括什麼尿中排泄 糖分等等 來增加它的一個能量的利用 所以呢 它的體重減輕是比較明顯 這是兩者最大的一個差異 那過去其實在2018年的一個研究裡面 也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要用SGLT2 inhibitor之後 你要降低血糖 那你有哪些因素可以預測你 你用了這個調之後 它的糖化血糖降低會比較成功 那這個是在日本的一個調查 它是調查不同的 用不同的SGLT2 inhibitor 之後三個月之後 看從它的A1C的 從它的不同的Parameter來看看 哪一種Parameter 可以預測它A1C降低比較多 結果發現說 如果一開始使用前 A1C比較高的 它降的越多 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因為糖高 越高降的是越多 這是知道的 那用這個SGLT2 inhibitor 第二個呢 它在伸當功能比較好的 它EGL越高的降低是越大 它體重呢是沒有差別 VMA是沒有差別 那另外一個呢 其實這裡 這條圖上沒有秀出來的 就是說 在一個月的A1C的下降率 就可以反映出 三個月的A1C下降率 就是說 你用這樣的藥物很快 就可以出現效果 一個月如果降得很多 你可以一起 它三個月應該降得很多 那第二個我們來比較 SGLT2 inhibitor 跟sumuria這邊的差別 那這是傳統的藥物 比較便宜 但是也很有效 那這是在用SGLT2 inhibitor 跟sumuria比較 四年的一個結果 那它用的sumuria 是用Glipizide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兩組的病人 其實他在治療前 他都是用Mepformin為主 那治療沒有達標之後呢 兩方面兩組 一組呢 用Dapagliforin 一組用sumuria 可以發現 這個A1C的下降程度呢 在sumuria 是一開始下降的很快 那但是呢 之後會 會往上回升 所以是 一鼓作氣呢 再而摔三二截 那可是呢 在SGLT2 inhibitor 用的結果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一開始慢慢 降的幅度 雖然不是那麼大 可是呢 它可以維持的比較久 兩者的交叉點 大概在一年左右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用sumuria 你預期看到的就是 很快的血糖改善 但是呢 如果你繼續使用 可能這好處 可能會不見 所以臨床上 有一些醫師 就會採用這樣的策略 一開始我用sumuria 在很高血糖的時候 先用sumuria 把它降下來 之後呢 趕快換成其他的 第二線的壓物 包括SGLT2 inhibitor 或DPP4 inhibitor 等等 那這是一個有效的一個策略 那在這樣 追蹤4年之後 大家會說 那A1C怎麼又回到原點呢 其實這是糖尿病的一個 natural history 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你沒有積極的控制的話 它被它sail慢慢是fail 那fail的程度 隨著年紀越大是越多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再加入第二個藥物 或者是 再更積極的控制 那這時候可能 它容易 糖尿病又回顧到原點 所以這是糖尿病 所以我們常常說 糖尿病的病人 在控制上是不退 折禁 那這是比較A1C 那可是最大差異 其實是在體重的差異上 大家可以看到說 用SGLT2 inhibitor 跟DPP4 inhibitor 跟扫明的兩個差異 最大的是在體重的差異 兩年 四年之後呢 它還是差 兩組之間差了4.4公斤左右 那這樣子差異 其實不會隨著用的時間越久 而有所減少 那所以這是一個體重上的一個好處 那最大的另外一個大好處是 它在低血糖的風險上 用SGLT2 inhibitor 它低血糖的風險低很多 大概低10倍 那扫明員 大家知道傳統好用 可是呢 雖然它好用 可是低血糖風險很高 所以如果在一些老人家 或者一些Berry等的一個患者 這時候用就要很小心 因為它可能會低血糖不自知 那另外一個好處 額外的好處 跟糖跟體重就沒有關係 是在血壓上的好處 大家知道SGLT2 inhibitor 可以透過增加尿液排泄等等的作用 可以讓它的血壓改善 那它的改善呢 跟SAMIRR比較 在4年之後 還是可以看到SAMIRR 它的差異 Historic blood pressure 大概差個3.7左右 那這3.7的意義是多大 大家知道加一個口無的降血壓的藥物 大概可以降SYSTORIC blood pressure 大概4 所以這大概等於半顆的降血糖藥物 降血壓的藥物 所以它可以得到一個 額外的心血管的一個好處 那接下來我們來比SGLT2 inhibitor 跟TGD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其實沒有很好的研究 來直接比較這兩類藥物 在Meformance使用之後 用TGD或比較 或SGLT2 inhibitor 沒有這樣的研究 所以呢 我們用一個間接的證據 所謂的Network Meta Relation來看 那這是在2014年的一個研究 它比較這個SGLT2 inhibitor 跟TGD之間的 在使用上的一個好處 結果發現說 在A1C方面 降糖方面 其實兩者在使用之後 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最大的差別 不是在降糖 其實兩者最大的差別 應該是在體重 或者是Half Value的降低上 那這是在Drama 在2017年的一個建議 它建議說 它把這些藥物都列出來 你可以看到說 這一個是TGD 這DPP1 inhibitor 那這是生計的 GLPR receptor agonist 那這個是SGLT2 inhibitor 你可以發現說 在降糖效果方面 大家都會降糖 但是呢 差別主要的是在 體重跟低血糖的風險 SGLT2 inhibitor 它在體重的降低 是很明顯的 低血糖是沒有的 它跟Sumvirate 差別就很大 另外呢 它的好處 其實另外一方面 是來自於最近的一些 大規模的 心血管安全性的研究 包括來自主要的 降低主要的心血管事件 降低血糖 那這是它最獨特的地方 那這些研究 其實對我們的 臨床的practice 建議其實是有改變的 那過去大家都知道說 糖尿病的病人 其實它心血管的風險 是很高的 那這是在2011年的 新醫格蘭醫學雜誌 值得上的一個 一個推估 它是用100個 Prospective Study的病人 Dr. Musk收進來 然後來推估說 糖尿病的病人 跟非糖尿病的病人 在各個不同的年齡層 不管男生 或女生 其實糖尿病的病人 餘命 就是說它 會比較低 就是說糖尿病病人 活的會比較少 那大概在50歲左右的話 糖尿病人 病人大概會比 非糖尿病病人 大概少活個6年左右 那這少活的6年裡面 它又把這些 少活的6年裡面 算出大概是因為哪個疾病引起的 它可以發現說 其實60%是來自於心血管的一個死亡 所以呢 在糖尿病的病人 我們剛剛控制小血糖 控制血糖 是要改善他小血管病患症 改善他的Quality of Life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注意他心血管的風險 然後降低他心血管疾病 這時候他病人 雖然Quality of Life變好了 可是他會早死 所以他可能 我們要控制 讓糖尿病人生活品質好 又活得久 那就要注意心血管的風險 那所以呢 在這幾年 大家很注意的就是說 心血管風險怎麼樣降低 那在英國一個 一個2015年的研究 他大概納入的是 有190幾萬的病人的資料 那這資料怎麼來 他從基層診所 從住院 從疾病的一個登入 從死亡登入來看 說糖尿病的病人 跟非糖尿病的病人 一開始都沒有心血管的疾病 那在追蹤了五年之後呢 看看說有多少人 會出現心血管疾病 那出現的心血管疾病 是哪一類 那結果發現說 糖尿病的病人 大概百分之十七 會出現 在五年之後 會出現心血管疾病 那心血管疾病 大概分為這以下的十二類 那來一個一個仔細來看 結果發現糖尿病的病人 PAD 跟非糖尿病的病人 一樣是最多 但是他比率變得很高 那Half Value也是最多的 吃七也是很多 但是呢 他比率也比較高 所以也就是說 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我們可以降在PAD 當低Half Value 那這時候呢 他可以改善他的一個餘命 那在美國有類似的研究 他用也是用電子病例的方式 去用一百三十幾萬的病人來看 糖尿病的病人 大概五分之一的病人 會有心血管疾病的工病 那這當中 Academic Function 或者是中風 還有Half Value 是占了一個最大重 所以呢 在過去幾年 其實大家知道 在SGLT2 Inhibit的研究裡面 很多的研究告訴我們說 這類的藥物 除了降糖之外 它對大血管的風險降低 確實是非常多 那有從Clinical Trial的方式 從Randomized Trial的方式來看 也有從Real World的Avidance來看 那這個是EmpireG 就是剛剛講 是EmpireGliflozin的一個 一個心血管安全性的試驗 那這是Canvas Canagliflozin的一個 一個臨床試驗 那這個呢 這是一個Real World的Avidance 這是收納一百三十幾萬人的資料裡面 去分析來看看 它對心血管疾病的好處跟壞處 那結果可以發現說 用這樣的SGLT2Inhibit之後呢 它對主要的心血管試驗 大概都可以降低 14%左右 那在Real World Data 看起來似乎好了一點 它可以降低 22%的心血管的試驗 那如果我們來看 看心血管的死亡 在EmpireG這個研究裡面 看出它可以降低大概 40%左右 那大概是 這樣子的機會 其實這樣的比例是很高的 那Real World Study裡面 可以降低到一半 那如果用Half Value呢 剛剛我們一直在談到Half Value 在Half Value的住院的方面 EmpireG裡面可以降低35% 那在這上面沒有秀出來的Canvas Study裡面 也可以降低到35%左右 那在Real World也是可以降低38%左右 那有人說Half Value很準 其實在國外呢 這要Half Value要住院 其實不像國內這麼簡單 所以呢 這樣一個Half Value的incidence 其實很精確的可以反映它的Half Value嚴重度 那在All-Coast Mortality方面 Half Value的研究 研究告訴我們 可以降低三分之一的風險 那Real World Study 也是大概是40%左右的風險 所以也因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Half Value出現之後呢 在不同的學會 對SGOT2 inhibitor的角色 他們不是只看到它降血糖的角色 他們還看到說這個藥物 除了降血糖之外 還可以改善心血管風險 所以呢 可能我們在第二線藥物的使用上 也要把它提升到高一點點位階 所以跟HDP Pure Inhibit來講 雖然它們都是被列為第二線藥物 可是呢 在學會裡面 都會把它放到稍高一點的位階 這是2017年的一個 美國臨床Nepamid學會的一個建議 第二線藥物 雖然好幾個都可以用 可是呢 把SGOT2 inhibitor 放到HDP Pure Inhibitor 上面 那在2018年 他們維持這樣的一個 一個建議 因為呢 Canva Study等等 出來之後 讓這樣的Evnus更強烈 那在美國 唐納病學會 它的建議 在今年跟去年 就不一樣 去年呢 它第二線的藥物 所有的藥物都可以使用 那今年呢 在1月 在去年12月20幾號 公佈的一個概規裡面 它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要用第二線藥物的時候 請務必要考慮這個病人 有沒有心血管疾病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Morosavity來看 一開始的糖尿病的病人 你可以用Mepformin治療 那如果呢 Mepformin治療失效之後 你就挑到第二線藥物 那第二線藥物要治療之前 你要好幾個要選擇的時候 第一個想想看它有沒有 ASCVD 如果它有了 那這時候你要用的藥物有哪些 你可以 它建議你說 用的藥物大概兩個 第一個呢 是Lirac固態 因為它證明是 對心血管疾病有好處 第二個呢 它寫的是 M-part grade following 因為呢 這是在SGLT2 Inhibitor裡面 它證據率最強烈 雖然Kena也有好處 可是它因為它解釋的風險 所以被稍微質疑 可是呢 這樣子的好處 看起來可能是一個 classic frame 所以未來 NAPA可能也會被列入 這裡面一個建議 那如果沒有S-CVD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 考慮其他的 各類的第二線 第二線的藥物實驗 都沒有問題 好 那這 在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在 在新加坡的建議裡面 也寫得非常好 他們告訴我們說 SGLT2Inhibitor 什麼時候你要考慮開始使用呢 你除了心血管疾病之外 如果你又考慮到 低血糖風險 還有過重的風險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考慮用SGLT2Inhibitor 然後呢 它在這裡想告訴我們說 DPP1Inhibitor 它建議你說 在DPP1Inhibitor 要保留到腎臟功能 比較不好的病人再來使用 為什麼這樣想 因為呢 SGLT2Inhibitor 剛剛前面提到 它需要經由腎臟排泄糖分 那所以呢 它腎功能越好 效果越好 所以呢 卡拉病的病人 當他年紀增加的時候 腎臟功能開始變差的時候 這時候你用SGLT2Inhibitor 空間就變少了 這時候你再來加入DPP1Inhibitor 那通常是在腎臟功能變差之後 才開始使用 那所以呢 它告訴我們說 在每方面之後 它建議你也可以用SGLT2Inhibitor 那奇怪 它為什麼又列入少名以外呢 你看看它這裡下面仔細看 它其實考慮的是所謂的 我們一般說的CP值 就是cost effectiveness 如果呢 你考慮要降糖 那降糖效果要好又便宜 你可以用少名以外 但是用完之後呢 你要考慮說 降糖下來之後 你要考慮副作用的風險 你這時候 你是不是要考慮 用到其他的SGLT2Inhibitor 或DPP1Inhibitor 那它是考慮一個 效應的問題 才會考慮建議 用SpringRail做第二線的藥物 那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建議裡面 在2018年 第一月MAR裡面 有一篇文章 其實就把這些建議 寫得很清楚 它告訴你說 他們建議第二線藥物 還是用SGLT2Inhibitor 那主要的考慮是說 兩個藥物 然後它跟DPP1Inhibitor 雖然降糖效果差不多 可是呢 它有額外的好處 那這些額外的好處 那這些額外的好處 來自於減重 來自於體重 血壓的好處 來自於對Half Value 對心血管疾病的一個好處 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 它副作用主要是在 GENITAL的Fungal Infection 那這個大概在十個病人 裡面 大概有一個會有 那這時候 你要好好的味覺 或者是你對這個病人 糖糖病的病史 不是很清楚 你不知道它是第一型糖糖病 或者是這樣用了之後 會不會有所謂的 糖糖病 銅酸中毒的風險 或者在中病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這種風險 如果有這種風險的時候 你在用SGLT2Inhibitor的時候 特別小心 那最後呢 它告訴你說 什麼情況 我不要用SGLT2Inhibitor 我就直接用DPP2Inhibitor 當你這些副作用 你都很顧慮的時候 你就用安全一點的藥物 這是安全 但是比較 比較緩和的藥物 那如果是很 年紀很大的族群 或者是腎功能 比較差的 那這時候 你不能用SGLT2Inhibitor 那你就用DPP2Inhibitor 那所以呢 這把不同的學會的建議 做一個整理 那大概我們要用 Combination設備 有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說 一開始進入的時候 你到你門診來的時候 它的糖花血色素很高 那多高 開始要是 直接就用兩線的兵用藥物 APA建議是大於9%以上 那AAC呢 是7.5% 那英國的Guyline 跟它是用7.5% 可是加拿大是用8.5% 台灣的糖花病學會呢 這是沒有正式版本 還沒有公佈 不過在初稿裡面 我建議是用8.5% 做A1C的一個切點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情況就是說 當你用單一個美鳳門 控制不了的時候 這時候 你三個月之後 控制不了 就要開始 還沒有達標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加入 第二性的藥物來使用 那第二性藥物 在使用的時候 要用一次或兩次 比較好 那過去呢 研究大家知道說 不管任何疾病 只要用藥的品質增加 他的adherence 病人的adherence 都會減少 那這是 Gwasteli Tasteli 跟一天三次的adherence 來看 一天三次的adherence 是最差的 那當然我們知道 讓病人好好吃藥 其實他的一個因素 有很多 一個他影響 他會不會好好吃藥 影響的因素 第一個是年紀 第二是貢病的多少 還有射精地位 教育程度等等 都會影響到 那這些是 這些是 不可以修飾的 就是沒辦法改變的 可是可以修飾的部分 是哪些 可以修飾的部分 就是 你的品質 如果你品質越少 那病人的 他的competence是越好 那另外一個是polypharmacy 藥越多 病人 吃的是越不喜歡 所以這時候 他的adherence 如果要改善品質太多 然後polypharmacy 那這時候應該最好 應該要用 一天一次是最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一天用一次的時候 他的A1C控制是最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剛剛講說 如果用一天用一次 那這樣子 你還可以把它變成一顆 這時候又是更好的 這在左邊的是一個 糖尿病病人的一個資料 可以看到說 如果一天好幾種藥物都用一次 但是用free combination 四五顆 那這時候competence 不是很好 如果把它全部變成一顆 效果是最好 可是呢 在心臟疾病的研究 就更清楚了 心臟疾病的研究 在Drama的上一篇研究 告訴我們說 在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他通常要吃降血脂的藥物 血壓的藥物 還有experl 如果把這些藥物 四個藥物都變成一顆 那competence就變得好很多 所以告訴我們說 如果要用藥 應該要用一天 品質變少 而且最好能夠用 複放的其實是最好 那所以在糖尿病學會的建議裡面 告訴我們說 應該要盡量把它 減化藥物來使用是最好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這樣情況下 我們在用糖尿病的 復放的藥物 就要考慮到說 Memformin 要用到長效的劑型 還是短效的劑型 那過去的研究 其實在Memformin的劑型裡面 我們過去學會的建議就是說 Memformin用長效用短效 其實都可以 長效比較貴 好處增加不多 可是呢 如果從Complice Adherence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長效劑型 其實它可以緩視 它慢慢讓 腸胃道裡面的 Memformin釋放出來 尤其在遠端的腸胃道 再把Memformin 這個藥物慢慢釋放出來 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其實它 巨大的腺液肌會變得比較少 病人會比較容易使用 那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劑型 它的釋放是這樣 如果你吃到肚子裡面去 它微酸進去之後 就會讓這個藥物整個膨脹 膨脹就會把藥物擠出來 這時候Memformin就會釋放出來 可是釋放出來的時候 是在遠端小腸 再釋放出來 所以這時候副作用 變得比較少 那所以呢 用這樣的藥物之後呢 其實可以發現說 它對腸胃道的好處主要是 降低Diarrhea 那降低Gi 任何一個Gi的AWS event 那當然有人說 糖尿病的病人 我就是要讓他吃的 讓他胃口比較差 那可是呢 如果有的病人 他胃口比較差 反而會 那減少他的AWS的話 那你還是用長效一點的藥物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 那這樣的藥物其實 如果一開始合併使用 你把DAPA跟Memformin 長效的進行使用 跟單一方來 單方的藥物來比較 你可以發現A1C下降 確實是達到同性上的差異 兩個合併使用 可以增加 0.5%的A1C的改善 那同時呢 體重減輕也會比較多 低血糖風險比較少 所以呢 簡單來講 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用Memformin之後呢 我們要用第二線的藥物 那這時候呢 用第二線藥物 要用的早一點 用的好一點 用的嚴格一點 那要好好選擇藥物 那要怎麼樣選擇藥物呢 那第一個 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藥物的 不同的藥物的作用如何 那如果有病人 有心虛管疾病的風險呢 那你應該要考慮 我們用SGLT2 inhibitor 那因為SGLT2 inhibitor 它的好處呢 除了是血糖之外 它對心血管的疾病 它會有改善 那對血壓改善是好處的 那另外呢 它風險 心血管 它抵血糖風險低 這時候心血管疾病 也比較不容易被誘發 那所以呢 在不同的學會裡面 都把SGLT2 inhibitor的位階 慢慢提升到第二線藥物裡面 往前提升 那如果我們在台灣的糖尿病學會 正式的概覽公佈以後 大概會建議說 一開始 各位如果遇到 臨床上糖尿病的病人 A1C 一開始你看到的時候 就大於8.5 那這時候可能 你就開始需要用 負方的藥物比較好 它為了要增加它的 Durability 讓病人的治療是好 那這時候 你可能可以考慮用 一個Fixed Dose Combination 直接用Mepformin 加SGLT2 inhibitor的 負方機型 可能效果會是 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好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個報告